今天成长的比前两天都来得多 这个报告出来的是1209人 回想4月初本土100多例已经够下人 结果短短半个月就破千 重点区域北北基陶 双倍占全台将近四成 花莲暴增146例 高雄58例 双双倍列为高风险地区 其他双位数的县市 有屏东 台南 宜兰等等 各位数的嘉义云林 彰化南投 全台本岛都沦陷 月底会不会破万 我也将有可能 我们的疫情会不会破百万 我们也说这有可能 全台突破百万确诊 有可能 城市中面对疫情似乎也看开了 病毒围堵不住 只能尽量以减灾为方向 这几天辉瑞口服药才刚到货 4100人份 下一波还会更多 那下礼拜大概还会有一万多人份 然后接下来在第二季 35万人份 这样的一个准备量 我们认为是应该是够的 国内目前只使用了 230人份的口服药 看来医疗量很充足 不过向孕妇染疫的并发症风险高 分流政策 运期36周以上收治住院 36周以下的要到加强型集检所 或防疫旅馆 会有医师视讯诊断 甚至到所会诊 评估需要治疗的 透过绿色通道送往医院 反观确诊数全球前十大的南韩 接下来不止解除聚会人数限制 5月下旬开始 确诊者也通通免隔离 我想韩国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像丹麦冰岛 这都燃疫率都超过一半 那这些做任何的管事也没有意义了 不过这都是经过一阵子的一个痛苦了 但韩国燃疫死亡数也破万 代价有点大 国内原本还在观望入境检疫天数 是否有望从10天缩短成7天 陈时中现在暂时不谈 要把这波疫情控制好再说 TVB新闻综合报导 加上这10例 我们累积29例的本土的 这个中重症的个案 那年龄的分布 大家可以看中间的这一栏 29例当中 大部分还是在这个60岁以上 目前人数最多的 这个年龄层是80多岁 15号新增10例 中重症去诊个案 今年已经累计了29例 大多都是老年人 60岁以上有7人 70岁以上4人 80岁最多有8人 而90岁的两个人 则已经列入了死亡个案 未接种有9位 那只接种一记的有5位 两记的有7位 三记的有8位 所以未完整接种 也就是说未完整接种两记的 这个晚14天的这个个案 总共有14位占这个29名里头 大概就一半 48% 当天新增的10例都属于中度的个案 只有4位完成接种两剂以上疫苗 另外6人没有接种 或是只有接种一剂 临床表现那大多都是有肺炎 那或者是说X光没有明显肺炎 但是有氧气浓度较低 有氧气的需求 那都有使用 跟申请有使用这个瑞德西韦在治疗 目前新症跟无症状比率是99.56% 而中重度患者出了超过半数都是老年人 还有几乎都患有慢性疾病 像是心血管高血压居多 以及合并糖尿病鼻肝等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 疫苗覆盖率第一剂是84.1% 第二剂79.6% 而第三剂比起第一剂少了快要20% 剩下64.9% 基础加长剂则是1.4% 中央也一再鼓励老年人 尽快去施打疫苗来增加保护力 另外22号开始要去健身房 或是参加旅行团 也都必须要施打三剂疫苗 运动出流的同时才能够更安心 西北新闻中部中心最后报道 现在副中校方证实 已经累积有两名学生确诊 本来扩大匡列相关的班级 要预防性停课三天 但是校方未来安全起见 宣布下个礼拜 全校都取消实体上课 学生4月12还有到校 14号被通报确诊后 同学中午返家 也有180名师生被匡列 也紧急改线上教学 但校方下午又发公告 说校内接触者跨30个班级 决定全校和国中部 改线上学习一周 中正区有一所大型的中学 有师生14位确诊 但它主要是集中在两个班级 北市府证实这所学校就是北一女 校方也公告有确诊案例 4月18到22号全校远距 25号回复实体 但北一女12号才传出 两名老师快筛阳性 4天后15号就一口气 确定有14人确诊 传播链为何还要调查 而新一区高中也有疫情 松山高中新增一名学生染疫 该班级停课10天 15到17号全校停3天 18号全校远距 15号北市本土新增140例 确诊足迹图卡就有11张 像市府星巴克健身房等都列入 另外也跟动了停课标准 跟进教育部之一 至于新北市在15号的确诊人数 有328例 其中新增和裁减阳性的 就多达299人 新北疫情继续烧 确诊数又创新高 不过市府宣布 不再公布疫调足迹 把重心放在中重镇 跟高危险族群 要确保医疗量能 能持续长久对抗疫情 拍板亲证居家照顾 信义区先行 因为市长康文哲预测 台北市本土确诊 很快就会突破 他定下的200人大关 我估计再过几天 台北市新增 每次新增案例 应该会扣200 也就是说我们的防疫专责旅馆 应该会不够用 家里有独立 未遇的设备 那不是不要说 里面一户人 里面集一大堆人 人数要够少 目前台北市居家隔离 人数来到6000多人 尽管本土案例 始终在100多人徘徊 柯文哲不敢乐观 这下连柯文哲也不敢铁口直断 全台病例冲破1200人 北市每天公布足迹图 动辄十几二十张 多到惊人 新北已经宣布不再公布足迹 台北市坚持继续做 柯文哲直言 现在疫情还在开端 连日来却传出 陈时中将卸下中央疫情指挥官 转跑到拼选举 疫情当下 正前换将是大忌 柯文哲说是禁言 恐怕也是给中央出难题 是批疫情还是选举 比较重要 TVBS新闻刘宇峻离平台北报道 我相信现阶段还不是最高 前段时间我说过了 大浪快来 不但大浪来了 未来面对的是海啸 镜头前看似平常的受访 换另一个角度看 侯市长跟摄影机隔超远 继去年疫情后 新北再度启用 只能幕僚待问 因为市长正在自我健康监测中 我今天要来之前 也自我健康监测完了 没有问题才到议会来 到议会前 侯友宜第二度快删阴性 这也是他14号发现 和一名确诊记者足迹重叠后 首度露面 一场内依旧寒暄 但口罩紧挂 只是侯市长上午才取消宣传 市政行程 说是担心有非特定人士 现在新北确诊的两名记者 比较早发现的 CT值15 11号一整天 曾参加市府记者会 第一位CT值14的 从11号到14号都有上班 14号上午行程 还跟陈时中侯友宜同场 下午疫情记者会也在 侯市府发讯息提醒 又足迹重叠的 可以先快筛 有人确诊 其他媒体同意自己先筛 确保安全 新北市府说 4月14参与记者会的 有128人 1人曾共餐匡列居隔 6人自主健康管理 11号那场46人 4人匡列居隔 21人自主健康管理 21人自我健康监测 那也曾经在同场的 陈时中装人想呢 我在这前一分钟 就完成了快筛 而且跟大家报告是阴心 而且拿出证明 那至于为什么那个 侯友宜市长 跟我们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前一个记者 他们都在记者室 就在市政府里面 跟我们在特定的时间 礼拜四 11点 接触到12点多 这情况是不一样的 面对疫情 人得高度节备 TVB 向蔡明逊 李作恒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一处公寓 有一家三口确诊 但家长指控呢 其中一名两岁 幼童高烧不退 但却迟迟等不到 救护车来把他载走 新北市这一家人 爸爸在竹科上班 10号回家后 回到新竹 13号确诊 同一天六岁女儿也发烧 快筛阳性 但两岁儿子和妈妈 没有症状 快筛阴性 妈妈打119被要求 先在家隔离 但隔天一早 两岁男童高烧39度 妈妈只好带着两个小孩 去医院PCR 院方给了退烧药 要他们先回家等报告 直到下午4点 儿子怎么叫都叫不醒 控诉卫生所人员 还要他们搭计程车就医 好不容易晚上7点 救护车来了 而男童全身抽搐 进医院企切插管 昏迷整整一天 15号下午 家属心痛 签下放弃急救 家属不满 无论是打给119地方卫生所 甚至是卫生局 以及1922 都没有人能在第一时间 给予协助 舅舅说一家7口同住 有三人确诊 但已经过了两天 家中其他人都还没有 接到隔离通知 孩子重症 也没有一个联络窗口 万一还有其他类似个案 该怎么办 经询问 新北市卫生局回应 如果有急症 确实可以直接拨打119 明确告知有哪些症状 是否已经裁剪 可以协助救护人员快速判断 疫情持续延烧 快筛世纪大缺货 这家没有再换下一家 没有了 但是我可以不帮你掉 但是可能要明天 东方方安西早早快筛世纪就是没货 国内市售快筛世纪一记300元 但政府征收价格较低 药局就怕赔钱不敢进货 只有民众开口才会帮忙掉货 实测跑了5间药局要买快筛 4间都没有货 好不容易有间药局有卖 但只剩一壳五入 要是挥一挥手感到好无奈 有民众跑了两间超商快筛世纪也都卖完了 现在还有那个快筛吗 抱歉我们今天卖完了 然后下面地下还卖完 你看后面地下有没有 请天论长苏珍昌昨天宣布征用快筛世纪 希望可以达到每个月4000万计的目标 民众除了可以自行购买指挥中心也公布全台619间发放公费快筛世纪的诊所 不过公费快筛世纪领取是有条件的 民众出现呼吸道等症状 必须到名单上的诊所就医挂号后 医师看诊评估后才会发放快筛世纪 不会提供免费领取 确诊连环报超商跟药局接连埋不到快筛剂 但18号下周一才有公费快筛剂 周末几天的空窗期该怎么办 陈志中说药局供货比较少 超商应该还有 建议民众跑远一点的超商试看看 指挥中心也会再跟公益商了解状况 疫情尚未趋缓快筛世纪埋不到 民众就怕筛检赶不上确诊速度 心里闷得慌 TVB的新闻终于轮流会与台北报道 CN记者在乌东前线正好体验轰炸四起 就连已经和分裂势力交战八年的小镇阿夫迪夫卡都感觉 这些二军攻势变猛 一名老人讲到声泪聚下期间 还因为空袭不断得找地方撤离 大约四十位居民躲到昔日的服饰店避难 一对母子说已经住了三个多礼拜 因为不敢回家 We're afraid to stay and afraid to go she tells us but it's fate whether you run or don't run 目前阿夫迪夫卡还有两千多位居民 留下缺水缺电 有些情况就像这位独居老人 孤立无缘无法撤离 俄罗斯国防部又公布最新的战果片 并声称马里乌波尔又有134名乌兵器械投降 包含14名军官 然而美国五角大厦驳斥马里乌波尔 已经完全沦陷的说法 目前也加满8亿美元的军援 要继续挺乌克兰对抗俄军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俄军海上主力 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俄罗斯国防部首度这时已经沉没 不过他们的说法是被大火吞噬后 沉入海中 没有承认被击沉 乌克兰高调宣誓 莫斯科号是被自家导弹 海王星击沉 消息若属实 将是这款导弹首次实弹射击 担心俄罗斯借题发挥 升高战事 普京曾说如果领土受打击 将对基辅决策中心报复 莫斯科号是黑海舰队战斗主力 是俄罗斯海军重要象征 普京就曾亲自登舰宣扬国威 而莫斯科号是俄军现役舰队中第三大舰艇 配备三层防空系统还能启动进程防御 他们曾对外宣称能抵御海王星反舰飞弹三次攻击 如果这次真的被乌克兰击退 将重创俄军形象 普京恐怕不会下巴赶羞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又一列火车满载乌克兰难民抵达波兰 战争爆发后苦手家园一个半月 他们终究等不到和平 CNN报道指出 尽管一个星期前 俄军才攻击过车站 但对比开车上路 未知的恐惧 在难民眼中 列车还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14000死亡在这一刻 什么答应这个世界 什么答应这个世界 问题 так и осталось риторичным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谴责 国际间到现在还在讨论 制裁俄罗斯的力道 该有多重 这本身就是一种纵容 还说俄罗斯对 乌东地区的轰炸之猛烈 仿佛他们要的 只是一堆没有人烟的石头 而在美国中情局长 伯恩斯看来 最怕的恰恰是 泽伦斯基的气化 不幸严重 提出警告的同时 伯恩斯也强调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 俄罗斯已经开始部署核武 来访的六位美国参中议员 中午下午抵达国防部 拜会部长邱国震 中午会晤媒体时更 这样表示 侦队美方再度派出访团 来对岸强烈抨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多军兵种 联合战备警巡 并开展多科目 针对性演练 这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 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斗警报 中共东部战区海军 三月第一展开实弹训练 东部战区是攻台主力 共军更揭露 已经将该战区的 歼八全面太除 正式成为五大战区中 第一个战机为四代以上的战区 其中还有三个歼16航空旅 让他未来认为 在这个军中 要和大卫或是台湾 日本的这个军中兵力 进行这个接触 或者接战的话 大卫的这个装备不及落后 对岸拼战机现代化 我中和院终于将进行 各雷达战升级勘查 只是三年前早就启动着这项 还整计划 却因为与美军火商谈判不顺 延宕至今 无论如何 提升我们现阶段的雷达网 是一个迫切的需要 只是说时间呢 在目前来讲是非常非常急迫 我们可能没有那个时间 民队对岸威胁升级 我方确实力拼跟时间赛炮 TVBS 李国正 刘婷婷台报道 林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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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听之下还以为真的是 林秉佑来了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 大玩谐音梗 就是要让选民在初选 就记住他的名字 除了基本功之外 有一个好的姓名的谐音 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必须要记一点 不然第一关就被淘汰 民进党民调初选 讲谐音错号都可以 所以名字没有谐音的 也没有关系 我是小飞侠 林秉佑 连科学小飞侠主题曲 都搬出来扫街 不是没有原因 本来想说以野兽奶爸 来闯出一片天 可是没有想到 跑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这个普遍相亲 不是那么样的了解 所以现在用小飞侠 来提高我的知名度 前一个绰号不行 就赶快换一个 但有人更聪明 直接搭网红梗 大家好 我是凡超 李柯妈妈黄叔 因为李柯太太其实也很红 因为李柯看太快 他们看成料理妈妈 然后有的人就来我粉砖说 看我会做什么料理 就怕阿伯记错 一切变成一场空 这样的担心 在对手阵营也上演 但更紧张的是 上一次国民党规定 讲全名才算数 这个名字很难念叫婉容 要多多帮我注意一下 发宣传品还不忘交自己的名字 怎么念 就怕选民会看不会念 担心到时候只能用选民 不能用绰号的方式进行的话 大家念错我的票会少掉非常多 国民党的态度也是开放的 就是基本上我们不排除任何的选项 国民党不排除也跟进 错号骂得通 毕竟网路时代 新元被出 谁能有话题 被选民记在心里 咖要紧 TVB新闻 黄冠文 韦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不出板桥车站 迎接你也是砖瓦人行道 但仔细一看 这个人行道上 怎么有个这么大的窟窿 下雨天经过 真的要小心了 但这填补起来的地方 怎么看都比没补过的地方 还要亮 原来这填补工程 用的不是瓷砖 而是水泥加油漆粉刷 蛮好笑的啦 我不知道它是用油漆插上去的 它填补就填补好 不要只用油漆啊 如果民众摇摇头 但是影响的不止是用路安全 还关乎板桥门面 明代也说早在两年前 就发现类似情况 但没想到两年后 问题还没解决 如果第一印象看到 都是那个脏脏丑丑的 对我们板桥印象不好 后来发现 他原来他是用画的 用画的就算了 还掉漆 施工品质被打上问号 只是同样在车站 这侧人行道没人管 隔着一个车站两样勤 另一侧正在加紧赶工 原来是板桥车站 南侧门这边人行道 刚好进行府中美学计划的工程 重新铺设 但在北侧门 磁砖掉落 毁损状况一大堆 却因为施工责任区不同 无法修补 这个地方正在动工 也是要改善人行道 他是一个府中双城工程 也是为了美学 但是我问过新工处 他的说法是说 他们只改善火车站的四个角落 同个车站却被切成两个世界 下回要出站的民众 可得切记要选对边 转头看到两名远警 停好车操自己的方向走过来 提换机旁这名黑男神情超紧张 果然下一秒他拔腿就跑 但才跑大约十公尺 他就被两名远警一起扑倒 当街压制 在地上哀嚎 原来他是诈骗车手 跑不掉只能放弃抵抗 身上被搜出三张提换卡 和十万赃款 无独悠有这两名男子 也是诈骗车手 一人在农会ATM提款 另一人把风 却没发现 瞬间被一大堆远警包围 身上搜出七张卡 现金六万 这两件的共通点 是地点都在捷运站旁边 警方统计光是三四月 两个月间 诈骗车手通过ATM提款 就多达一千三百次 进一步分析发现 现在的热点 很多都是在捷运站附近的银行 或超商ATM 而这些车手们也是搭捷运来 会跨行政区搭到特别远的站 领完钱后 也能马上搭捷运离开 因为是不行 没有车牌 行踪更难掌握 这些车手在搭捷运的时候 都是使用像这样子的单程票 来进出捷运站 而不是使用要记名的悠游卡 那么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避免被警方掌握到行踪 不过警方当然也会加强 捷运站周围的巡逻 也和捷运人员合作 有发现可疑人是徘徊 就会通报 这些车手费尽心思 避免行踪被掌握 警方也滚动去调整最终方式 一旦被抓 也别想搭捷运走 TVB的讯言里 杰成文很关系新闻手头 白衣男骑士行进路口 左顾右盼像是在找路 几分钟后 他转弯又出现在同一条路上 就这样绕来绕去好几遍 最后把车停在路边 看到一名女子经过 立刻上前攀谈 对方短暂停留后 发现不对劲 赶紧离开现场 他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就是载你 但就是帮我指路 我再载你回来 他是不是会觉得挺可怕的 不知道会不会再去哪里 沐盛搭讪 发生在台北市市林 一处公园附近 这名男子自称迷路 找不到往文化大学的方向 民众帮忙指引后 他却说 用笔的看不懂 请对方坐上后座 陪他前往目的地 在后方帮忙指路 结束后会再把乘客载回原地 民众听了觉得怪怪的 巧合的是不止一人遇过他 问路的方式都一样 这名机车骑士被指控 平常就在建坛捷运站附近的公园 徘徊 专挑落单的女子来问路 有一对姐妹在今年的三月跟四月 都遇到过这名男子 怀疑他四处寻找目标 警方调查被指控搭讪的无姓男子 年约四十岁 特征戴眼镜 身高一百七十公分 问路时都是戴全罩安全帽 工作是从事殡葬业 有幸骚扰前科 坦承问路是想借机认识女生 被一设为法送办 假装迷路 企图把女性骗上车 目的地会是哪 恐怕和她说的不一样 TV月轩王金龙 叶宜君检余奇 台北报道